表弟,走咯,是封咯 不要 出发咯,去是封 不要来烦我 走啦,我带你去吃早餐 十美兰州芙蓉,旧称双鸡五肉 被当地华人称为花城 这就是百年清真寺 1979年开市的芙蓉大巴萨有两层 底层就是卖肉卖菜的 而美食呢,就在上层 二楼有很多民间美食 韬鸡客家面 阿信叉烧云吞面 雄鸡鱼米粉 在周末假期时,这里都高盆满座,座无虚细 芙蓉皇家山湖滨公园 有一座百年的百宫 或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它就是申州前公共图书馆 有交通圈和喷水池 也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芙蓉火车站 建于1903年 是芙蓉数一数二 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 已经列入文化遗产 深美兰州回教堂 这就是申州行宫 1978年开业的AMW快餐店是芙蓉的地标 午餐时间来到了芙蓉出名的波仔鱼头米 田鸡粥 清蒸鱼头 奶白色的汤头也太鲜甜了 配搭榨汁酥脆的鱼头 酸菜和番茄 好吃到完全停不了口 来,我们跟李小龙拍个照 全马最长的壁画 芙蓉艺术像 漫步欣赏壁画打卡 说到深美兰 就不能不提神安池旧皇宫 在路上大门口前 可看到巨型的一对牛角方牌 是位于马来西亚 深美兰瓜拉乌劳县 神安池的旧皇宫 皇宫建于1902年 并于1908年完工 神安池旧皇宫最大的特色是油木材制成 横梁之间用鞋子连接固定 它是一座完全没有用到钉子和螺丝建成的皇宫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 皇宫为四层建筑 木柱高达20米 设计是印尼的米南家堡风格 猪肉猪肠沙特 在芙蓉城乡路2020小贩中心的安季沙特 就是芙蓉沙特的老招牌 共有四种沙特 猪肉、鸡肉、羊肉和猪肠 真材食料密制的沙特花生酱 吃过翻沉没啊 来到了出名双漆立白新村附近 几年前本地电影大大大来此取景 五季布兰绿 雪舟双击比例 那边的人叫我们是美兰 这边过港 雪邦河是雪深两周的自然分界 小渡轮360天全年无休 如果是走陆路 要拐大湾 需要半小时的车程 途经双漆立白新村 来到了珠湖 附近有氧牛厂 过去当地有三四间文明的海鲜餐馆 因当年立白病毒事件搬迁了 如今只剩下一间天天海鲜餐馆 受当地人和外博人的喜爱 这是一间普硕乡区海鲜餐馆 尤其是干香螃蟹 有股浓浓的古早味 波德森是大马出名的旅游景点 因为拥有无敌延长的海岸线而闻名 设有美食店和度假村 可以体验水上运动 深受游客们的欢迎 原来波德森有这么漂亮的小鸟岛 三百年前风景如画丹荣瑞灯塔 不想撑大真的飞机 又想一圆做飞机梦的你 心动人吗 全马首家飞机度假村 坐落于深美兰与雪州边界的Blogar 业主李彼得所创办 附近有着优美山景环绕 让游客能短暂远离城市繁草 双喷射度假村 是马来西亚第一家飞机主题度假村 将两套波音727飞机改造成酒店房间 在飞机里过夜 唱歌 吃饭 打坐球 还可以在飞机驾驶舱内拍照打卡 非常适合主办各种聚会 哇 表哥 照片还没哦 下次去哪里 这下集一定会在飞机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